记者廖书林云林报道 云林地检署侦办诈欺毒剧老人案件 经云林地检署检察官李文杰公诉立庭 经云林地方法院判处廖姓男子涉犯诈欺取材罪 累犯供二嘴 各处有期徒刑7月 应执行有期徒刑一年 不得一颗罚金 廖男为赚取不法利益 去年5月至9月间 在云林县西罗镇 大匹箱等处 锁定单独在家的老人为诈骗对象 先以900元购入具限制拨打行动电话 长途电话或国际电话设备后 时该设备 向老人谎称该设备具有防止诈骗电话拨入功能 以4800元至4900元不等向老人推销 诈骗得手后没有留下姓名 电话 收据等资料 就骑乘机车扬长而去 后经被害老人家属发现史之受骗 经云林检方调查 在云林县西罗镇 大皮箱分别有一名老人受害 受骗金额分别是4900元 4800元 检方已被告恶性重大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经法院重判应执行有期徒刑一年 不得一颗罚金应入肩执行 言于境界 不得一颗 不得一颗 地上 几颗